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你有钱就一定会晚年享福的 而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健康的身体 让自己不能自立的时候来得再晚些 院区里80岁的秦大爷感叹地说 别以为你有钱去养老院就是最好的归宿 不过也是一样的孤独终老 青素人 80岁的秦大爷 我今年80岁了 有五个子女 其中两个在国外 三个在身边 可我还是去了一段时间的养老院养老 虽然我的退休金不低 子女们在给我些养老钱 可我还是感觉在养老院里不舒坦 最初去的时候 我是很欢喜地去 以为自己还能够自立 在那里能够与自己年岁相当的老人 有共同语言 能够玩到一起 我住的是养老院里比较不错的房间 四季朝阳 房间内有绿植 每天有人来打扫两次 也有人到点给我发药 看着我把药吃进去才走 平时在我身边的三个孩子也会轮流来看望我 可我的内心还是感觉孤独寂寞 本来我和老里头一起居住 可是他的呼噜声我实在受不了 就去了丹间 谁知就因为我接受不了他的呼噜声 要求去住单间 却被他和其他几个老头老太太掀起 说我这人事多 讲究多 不就有几个臭钱 至于这样看不起人吗 尽管我是极力想跟他们融为一体 怎奈彼此之间的层次不同 彼此说话费劲 我也就放弃了 本以为人到晚年都能够看得开 想得明白了 谁知还跟年轻时一样 相互险恶 人心叵测 我也不再去找他们了 一切随缘 养老院里的护工对人也是看人下菜碟 最初的时候对我是没有一丝笑容 进来就说要收拾卫生 让我躲着点 或者进来送药 也是很严肃的样子 我要多问几句吃的是什么药 也会被怂的 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 我女婿来看我 带着院长一起来的 临走时 女婿跟院长说 那就多麻烦您了 第二天 所有的护工对我就是另一副样子 真正的人性丑陋 我还能够自理 经常自己没事 会下去转转 经常会看到好几个老人在那里闲聊 也有一个人孤独地看着远方 更多的老人是独自晒太阳 想心事 我期待的那种 大家坐在一起畅谈人生 这一过往的景象根本没有 有时候还没有说几句话就会被人呵斥 说我是假清高 有钱了不起啊 也许是因为彼此居住的档次不同 大家的圈子也就不一样了 我们那一层的老人几乎谁跟谁都不来往 而比我住的第一档的老人 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很快乐 很想加入他们一起 可人家排斥你 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我算是想明白了 我能够自立的时候 还是请人在我自己的家里照顾我的好 在我强烈要求下 我的子女把我接回家 请了住家保姆照顾我 我现在感觉真心的不错 保姆是个五十多岁的内退男性 他是一个人生活 说是为了给儿子攒钱结婚 不想去做其他的 觉得照顾老人也是一种极福气的工作 就主动要求做住家保姆 我现在每天和他早晨吃点早饭后 就一起去公园里散步 或者做做太极拳运动 然后我坐轮椅上 他推我回去 我们也能够聊得很好 这让我感觉比较不错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保姆 比那些住家女保姆强 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也让子女放心 通过住了一段时间的养老院 我想给走在建老路上的后备人 一些小的建议 一 要及早地锻炼身体 还要多注意某些疾病的隐患 趁着还年轻 要适度地好好锻炼身体 保养好身体 做好身心结合的修炼 既让身体得到锻炼 也让心灵有所归属 这样等到晚年才会有一颗 淡泊宁静的心 不为老去 也不惧死亡 从容淡定地过好每一天 二 人要有一种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不要认为自己老了 就可以不学习新的知识了 要紧跟时代潮流 我们做不到一步到位 可以慢慢地学会 人还是要心有所属的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样才不会沉浸在凡尘杂事里 自寻烦恼 三 在修炼身心的同时 要做到一切顺其自然 不要被天命人 感觉天要塌下来似的 要有一种既来之责安置的心态 不论是疾病还是贫穷 我们都坦然接受 千万不要自己没事胡思乱想 为还未发生的事情担忧 四 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多挣些养老钱 好好地善待身边的人 和自己的子女 因为和你最亲的人 是老伴而非子女 但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却是子女 所以 不论生活怎样 都要好好善待他们 因为人到晚年 除了要有一定的金钱放生 最重要的就是金钱的陪伴和呵护 正如一句话所说的 在养老院 那些无法言说的伤痛 有意无意的冷漠和孤立 足以扼杀任何一个老人求生的意志 无儿无女 你需要对抗的是 整个人性的底线和残酷 但是可怕的是 往往人性经不起现实的考验 这就是现实 有人总是觉得 子女是自己最大的负担 甚至将就年轻时候的潇洒自在 可是 这一切自由和潇洒的最后 都会在自己年老的时候 一件一件的 会抱在自己身上 孩子的意义 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生命的延续 更是自己年老时最大的依靠 有儿有女 老来的似是同堂 之所以是人生之大幸事 就在于 它可以让自己过得体验 同时也有活着的希望和尊严 更可以让自己享受到天伦之乐 同时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 真正的有幸福感 安全感 也有发自内心的温暖和快乐 都说百善孝为先 孝顺是善良的根本 也是一个人福报的来源 父母就像大树底部的根 而我们就是那树上的枝叶 只有根稳才能枝繁叶茂 老人常说 孝顺孝顺 孝了才会顺 原来一切不顺皆有因 善待父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 人到晚年 最终那段路程都是要独自前行 不论你是否有钱 都会在寂寞孤独里 做完自己的人生路程 所以说 不论是居家养老 还是去养老院养老 最重要的是 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心态平和 顺其自然的老去 人到晚年只有两点区别 那就是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 和生活不能够自理的老人 当自己能够自理 在哪里都能够过好晚年生活 如果生活不能自理 在哪里都难 独生子女的父母 现在正走在建老的路上 为了自己未来的养老 请多保重身体 积极锻炼身体 尽量让自己保持健康的时间长一些 让不能自理的时候 来得更晚一点 任何人都不认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